制定函数我这边已经有写,写在这边了,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好了 当你以后要看结果你就Ctrl C嘛,反正你现在至少要学会一招Ctrl C 然后Ctrl V要贴对地方,至少你要知道说 你要能够贴上 贴到模组里面 再来要能够让他执行 特别注意 之前有同学是这样贴上之后呢,然后就很习惯游标放这边 按执行 然后他说,老师怎么没有反应 特别注意,如果你要执行是,如果他是Sub Sub才是去执行他 因为Sub是跑完了就结束了 而且他的 资料来源都是从 你去抓哪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储存格,到这边去做了什么事情 再做输出的 有点像是直接去存取 那方选不一样喔 方选他不是直接去抓,而是你要跟他互动 所以函数指的就是 因为有时候翻译,就是翻成函数 函数是什么 你有时候搞不清 其实 讲白的应该就是什么 他就是可以跟你互动 得到一个结果 告诉你结果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公式吧 里面的话就帮你做完一件事情就对了 反正你不用去管说他到底怎么做的 他会给你正确的结果 OK 所以呢,方选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就会有两个 一个是 成绩函数 一个是 成绩多重 成绩函数的多重 那后面一样都是给一个成绩 平均成绩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在这边做练习好了 有标是 放在这边 插入一个函数 当然因为我在 那个 VBA里面 模组里面已经有了 就是加了那个方选 所以呢,在使用者制定里面呢 他就会出现我刚刚那两段 所以两个 就会自动出现 当然如果你还没什么事都还没做的话 这一个类别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类别是不会凭空出现的 所以你平常应该是不会看到有这个东西 使用者是 这个定义的东西出现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就是如果选这一个按确定 他的方便就是说呢 只要给我一个平均成绩 我就给你合格跟不合格 也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if 然后呢 如果多重的话那更简单 多重的话直接怎么样 插入函数 选多重这个 然后一样给他一个成绩 按确定就好了 A到D 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但是如果你不会这样的话 你要用刚刚那个 if 里面再插入一幅 再插入一幅 一直插入一堆if 的话 那对一般的user来说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可能今天会明天就忘记了 也可能吧 你做不出来怎么办 所以呢 如果今天呢 已经有 有人帮你写好了这个函数 而且直接放在你电脑里面 那会更好 对不对 可是 这个地方该怎么样让其他人也能使用 你的函数 第一个 我讲过了 大概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 直接告诉他 这个东西 在云端白板上 请你Ctrl C Ctrl V 你就会有了 不过这个方法可能对于一般 一般user来说也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 等一下我们讲方法二 不过在讲方法二之前 可能你要先做一件事 因为这是你写的 你希望能够保护他 所以以后如果你写完你的 VBA 而且你要散布给人 就是你要给别人之前 那当然这是你智慧财产权 你当然不希望说你写完之后 别人就很轻易的 可以看到你到底怎么写 所以你要保护他 那要怎么保护 特别注意 当然第1个 如果你不保 如果他没有学过 像VBA课程 他也不知道 开发人 应该也不会出现 VBA 不过 一般我想 只要有点sense的 他都会知道 所以 还是需要保护 那怎么保护 一 请你开启这个VBA 一样点进来 对不对 二 找到上面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VBA的project 就是